今年冬雨的雨量比往年來得少 擔心缺水危機再度爆發 因此水利署氣象團隊評估 北部地區最近具有實施人工增雨的條件 因此在昨天晚上十一點左右 在石門水庫以及寶山水庫 順利的施放了地面宴祭 而這也是今年第二次實施了人工增雨作業 期望能夠趁著春雨來臨之際 把水多留在水庫降低缺水壓力